你天安等,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施亚凡达 我想要在这个录像中呢,跟大家讲解大师所讲的 什么是嫉妒心 它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嫉妒心的办法 大师在给大家揭示七个脉轮的科学的时候呢 讲到喉轮的时候 揭示喉轮堵塞的直接的后果呢 是我们会产生嫉妒心 我们会有比较的这样的心理 比较的心理呢 是我们几乎是从小就会产生的一个习惯 它,我们一般不认为它是一个不圆满 但事实上呢,它其实是堵塞我们脉轮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大师给我们揭示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对自己心中 对自己有一个印象 然后呢,我们还希望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然后事实上别人怎么看我们 又有一个这样的现实 当我们想要别人看我们的那个形象呢 和别人真正看我们的这个形象不符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喉轮就被堵塞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嫉妒心也就产生了 也就是说呢,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 我自己呢,是认为呢 我是希望呢,这个世界是这样看我的 但是呢,世界对我的看法呢 是更高的 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这个不真实性大师讲呢 我们对这个世界外人 对我们的看法的这样的一个不真实性呢 造成了我们的嫉妒心的产生 当我们发现别人对我们的希望更高 这个时候我们没做到呢 我们反倒用一个比较武力的方法来 就是宣称自己的优质性、优越性 除了这个就是现实呢 它的现实是我们没有做到 但是我们就是要宣称自己是够好的 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嫉妒心就产生了 然后呢,大师讲 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呢 怎么去消除嫉妒心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对外人给我们评价的真实性 怎么理解呢 就是别人如果认为我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继续延伸下去 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做到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 大师讲 当别人认为我是神的时候 我就要做神给他看 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 那如果别人认为我是个坏人怎么样 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当然要拒绝 但是呢,我们要和这个想法呢去圆满 就是一切情况下我们生活状态是圆满的 就是不要因为任何别人跟我们讲的对我们的期望去产生不圆满 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呢,真正是怎么能做到 没有嫉妒心 也就是说呢,在和任何人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们对我们有任何的期望 我们都要尽力的去满足 这个时候呢,才做到了这个 别人对我形象评价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的 这样的一个 做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吧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大家在听了大师跟大家揭示的 这个消除嫉妒心的这个方法呢,也能理解 其实我们的人生呢,是在不停的让自己延伸变得更强大 然后呢,我们是要对 不仅仅是自己心中那个对自己的声音负责 也甚至要对外人对我们的声音负责 这个就是大师给我们讲解的我们做人的道理之一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谢谢大家 你天亮灯 谢谢大家 我们 感谢观看